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西方国家纷纷站在乌克兰一边 对俄罗斯进行威胁和制裁 美国不仅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还动员了欧洲国家一起抵制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美国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要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让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然而 美国低估了俄罗斯的任性和智慧 俄罗斯并没有被美国的制裁所吓倒 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方向 俄罗斯知道 自己的最大盟友就是中国 只有和中国加强合作 才能抵御美国的压力 据悉 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表达了 愿意分享其核心技术的意向 以此来加强中俄两国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共同应对美国的挑衅和干涉 那么 俄罗斯为什么要做出 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呢 其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 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 俄罗斯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 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 石油 天气等能源产品 然而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俄罗斯的能源市场 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限制 欧美国家联合起来 对俄罗斯实施了能源制裁 禁止本国企业进口俄罗斯的能源产品 并对其石油价格进行了限制 这使得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大幅下降 给其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需要寻找新的能源市场和合作伙伴 而中国正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 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产品 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而且 在当前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和科技封锁的背景下 中国也需要多元化和保障自己的能源供应来源 中俄两国已经建成了跨境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 实现了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安全化 同时 双方还在液化天然气、核能、新能源等领域 开展了多个重大项目 为两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转型提供了支撑 其次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的国家 其在军工、航天、核能等领域 都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 然而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俄罗斯的科技创新受到了诸多限制和困难 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了科技封锁和制裁 阻碍了俄罗斯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而且 由于经济困顿和人才流失 俄罗斯的科技投入和产出也大幅下降 导致其科技优势逐渐被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合作伙伴和市场 而中国正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 对于俄罗斯的高端技术 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而且 在当前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背景下 中国也需要多元化和保障自己的科技供应来源 因此 中俄两国在科技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空间和潜力 第三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的国家 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能和中国强强联合 那么必然会让两国实力倍增 也会给美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比如 在核能领域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电站建设技术和运营经验 目前在全球有35个海外核电机组建设订单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潜艇技术 其中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被誉为水下死神 其射程和威力都超过了美国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技术 其中 苏-57隐形战机被认为是美国F-22的对手 其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性和隐身能力都非常出色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轰炸机 其中 图160海盗旗号 是世界上最大的超音速轰炸机 其航程和载弹量都远超美国B-1B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其中 白亚M系列导弹被称为末日武器 其射程可达1.6万公里 可携带10枚以上分岛式核弹头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 其中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被认为是美国反导系统的克星 其速度可达10马赫 可突破任何防御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航天技术和经验 目前在全球有最多的人造卫星和火箭发射次数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空间战技术和载人航天技术 目前正在与中国合作建设中俄月球科研站 如果俄罗斯能将这些技与中国共享 那么中国将在各个方面都有跨越式的提升 俄方也会收获很多中国独有的核心技术 这对美国来说绝对是一种致命打击 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以此来对抗美国的制裁和威胁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 共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而对于美国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压力 如果中俄两国的核心技术完成共享 那么美国所承受的压力将会大幅提升 拜登真的要寝食难安了